反而觉得一成我觉得今年应该会很顺利 如果做成的话就带他万岁 如果没做成的话就该死的COVID-19 有人会传送到黑洞去 好那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是今年也是去年的行销组组长 就是叫阿南 对 大家好我是今年CoastCover总招MFS 我是球鱼 在今年当实习总招 嗨大家好我是励志 大家好我是直播组的组长大言 好那我们这边准备了几个题目 那第一题想要问的是今年对你来讲你最害怕会爆炸 不是说你特别希望成功顺利的事情 想着直播吧 不知道会发现什么事情 直播没有办法进行得很顺利 它的网络速度跟一些客观上的条件 如果只要不顺 可能那一场的效果都会非常的差 而且在整个直播流程上他其实非常是导播的反应 所以我们也总拍他就是如果有不熟的导播 如果没有处理好某些事情的话可能会造成很重的后果 例如说他不小心把直播连结关了之类的 如果按了停止直播的话我们给所有讲者的宣押的邀请连结就失效了 公告出去的YouTube连结也失效了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处理的问题 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在Gatertown里面 时不时就有人会传送到黑洞去 然后他就找不到出口出来 我最担心的就是没有办法走的路线 没有好好的封好 然后就变成会中有可能卡死在里面 最后一点当然就是会担心Gatertown人数太多撑不下去 它就是一个real life的一个活动 你不知道人来了他做什么事情会造成crash或是干嘛之类的 这才是让我比较担心的部分 反而觉得一成我觉得今年应该会很顺利 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对今年的Cost Cup的活动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第一个是希望就是所有会众可以在现场有很多的聊天 然后很多的讨论 那甚至一成结束包括大家的Q&A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很热络的讨论这些问题 然后听一成的时候听完我们就到HackMD 跟Terebran去多讨论 希望大家多多上来看 多多上来逛一下餐位 那前夜派对也弄得非常的fancy跟chill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地图 然后尽可能的让整个线上的氛围跟线下实体的展会会有六七成像 希望大家体验起来能够跟网研的Cost Cup不要有太大的差异 就是希望大家被关在家里这么久了 但还是能够体验到另一种形式的展示展办办 我也想说的就是我们有摊位大抵游戏大家一定要去玩 然后因为你是要去每个摊位填通关蜜语才能够累积你去那个摊位的证据 那麻烦那个摊位的那个通关蜜语大家不要泄露出去 自己收集的就自己存好就好 希望请大家帮我们这个忙 拜托 你看随着现在我们的疫情慢慢趋缓 有可能在我们实体活动之前可能会解三集 可能啊 对那解三集之后大家就想要出去玩啊 那想出去玩啊 那后面有没有来Cost Cup呢 这又是好担心的地方 对人生好难哦 然后我最后我还是要再讲真的是 非常非常感谢今年所有的愿意支持我们的赞助商 真是超感激的 还有帮助我们拉赞助的各种社群的伙伴或者是民作伙伴 以及帮助我们的各个的协作平台 其实我觉得都很很感激他们 然后当然也很感谢Cost Cup所有的团队成员 因为其实赞助组只是出一张嘴 所以一定要靠大家帮忙Cost Cup才能够每年习战的起来 然后才能够提供一个平台 让大家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点去让自己发光发热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要来Cost Cup 一定要 拜托上来 我们在线上Cost Cup等你哦 一定要 ab pardon 每个年转 Oh 到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